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悦 给你介绍一个设计师朋友吧 好 让她去 让她去 这位是我同事 叫李初悦 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设计师 看她成功了 以后你们可以交流一下 敌夫 师哥 我有点饿 我先去拿点吃的 好嘞 你先忙 先走了 有朋友啊 好嘞 她是我的一个师弟 只比我小了一斤 获奖次数也就只比我少了一半吧 对了 初悦 新锐设计师大赛马上开始了 我听乔老师说 她推荐你直接进入复赛了是吗 初悦 你说什么 我说 听说你直接进入复赛了是吗 我最近再画设计稿 那我可以提前摘扬一下你的作品吗 摘扬不敢当 我们的顾驾帅哥的新的设计样稿已经出来了 是吗 董事长刚才在总裁会议上特地本了他 而且啊 总裁还当场宣布 他成为了南庄首席设计师 首席啊 杜大帅哥可真是有才 就是啊 你们看 这个设计也太有特点了吧 你们这看什么 你们这看什么 这个这个 我喜欢这个 新设计 你看 多好啊 你看这个地方 这细节这儿 顾俊峰 太有才了他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接近我啊 也太有创意了 你看还有这里 你看这个 这个设计真的太有特点了吧 顾俊峰 太棒了 怎么了 初音 你抄袭我的设计啊 初音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还在装 你表现了我的设计 我怕他 设计吧 是我从进公司开始 就一直在构思的 怎么会是剽窃呢 你可真够无耻的 初音 顾俊峰 怎么可能抄袭你的东西 人家可是顶级设计院出来的 你 不过刚刚是当了 乔老师的助理而已 就是 顾俊峰 我李初音 有的是想法和创意 这个小作品 我就当是送你的了 我还想送你一句话 其实你可以自己设计的 设计并没有那么难 谢谢 师哥 加油 再见 加油 加油 真帅 2 3 3 3 4 15 2